她是娱乐圈最干净的女明星 当红85后小花 正值事业巅峰时 她为何嫁给大自己17岁的吴奇龙 甚至不顾对方是二婚 2013年在步步惊心的拍摄现场 吴奇龙对刘诗诗一见钟情 随着这部剧的大火 吴奇龙的爱情也开出了花 15年领证16年举办婚礼 吴奇龙将价值两个亿的股份 作为彩礼送给刘诗诗 扣了一辈子的吴奇龙 终于大方了一次 她说要给她最好的 1200万的钻戒 300万的婚纱 50万只鲜花空运而来 婚礼上对刘诗诗诈 以后会听话的 从孤步猎情到结婚生子 新年里很少见到双方 在公共场合主动雄来 但各种无意间透露的细节 却处处证明两个人很幸福 婚后两个人几乎形影不理 一起参加众多好友的婚礼 即便是工作让两人分割两地 吴奇龙也是一有空 就飞去刘诗诗剧组探班 在恒店拍戏 刘诗诗想吃北京的兔子面包 吴奇龙就让助理买了 给她空运过去 刘诗诗需要出国 吴奇龙也会提前对话好 当地的货币给她 时无巨细 欢迎期间 吴奇龙到处配玩 还成了旅游博主 查后付出的刘诗诗专心饰演 吴奇龙就成了专业奶爸 到处留完 自己投资电视剧也好 怀孕生子停业两年也罢 刘诗诗的决定 吴奇龙从来都是支持的 有人问最好的爱情是什么 最好的爱情 莫不过是吴奇龙与刘诗诗 一个人经历了人生沧桑 渴望稳定 另一个岁月静好 我是吴征